人分三六九等 木分花梨子谈 性格各异 不一般 没有什么奇怪可言 上回书 正说到细伯大头鬼房书安 给张孝颖疲美 你一听啊 就认为这是扯淡 胡聊 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吗 其实啊 并不奇怪 咱们常说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假如您细心的话 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 房书安 这也是被逼无奈啊 不这么做 四条人命 扔到这儿了 就得耗着脸皮 胡说八道 往往 歪打正招 还去把这事 就办成了 其实房书安呢 经验丰富 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 他跟你说几句话 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 这也不是朴风占颖 果然这一招 走消了 打动了张笑颖的心 就信以为实了 但是他又不能不加防范 张笑颖 逼着房书安 找白云锐 咱们三头对面 把这事交代清楚 假如白云锐满口答应 向我下来保证 那么我绝不含糊 立刻把你们四个人放了 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千万 不是这么回事 拿我取笑 对不起 我是一个也不溜 房书安一想啊 坏了 我老叔是绝不能答应 他是宁折不弯的汉子 尤其沾这种事 他是最反对不过 可怎么办呢 又有主意了 我说这么办行不行 咱们三个人凑得一块 红嘴白亚冷不丁一提这事 我怕他撞不过我班 人有脸 树有皮 对不对 您能给我留个空 我单独的 跟我老叔见个面 假如他想不通 我再给他破解破解 哎 保证这事能成 不然的话 咱俩人处在他面前一问 当时 他就无话可说了 怕把这好事弄僵了 不知您一下如何 他说我劝不行 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 张笑语一听课也是 都是二十多岁的人 婚姻大事 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 难免他有爱口之处 所以就答应了 他没跟着 让两个女兵 手中拎着家伙 把房属安带到前栋 推到白云瑞面前 这俩女兵也撤走了 白云瑞一直不明白 房属安搞的什么名堂 走了好长时间 他才回来 看这表情 像是好事 房属安看看身边没人 凑近白云瑞的耳边 老叔啊 我看咱死不了了 为什么这么说 哎呀 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 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 方才你没看 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 我把城破厉害 掰开揉碎 全跟他讲了 你还真别说 这女人呢 还比较明白 你还比较懂事 我说 你要是当贼 有什么好结果 三家武艺 小武艺 小七节 老少的英雄 上三门的好汉 如果云聚三仙观 你们还好得了吗 人呢 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说 你看你年纪轻轻的 为什么跟着他们 滩浑水呢 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 哎 老叔 叫我都把他说哭了 后来他是满口英诚 愿意弃暗逃明 帮着咱们爷们打三仙观 真不错呀 书安 你可真立了一件大功 别当机 老叔 但是人家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他说 他这 方说安一想啊 可别说实话 要一说 我老叔非翻脸 不可 老方啊 又说个瞎话 老叔啊 人家是这么说的 咱们是开封府的人 人家对咱不相信 要那跟您见个面 您当面向他下了保证 人家才放心 这我怎么说 人家不信呢 论身份 论身份 论地位 我也没法比老叔您 现在您就可以代表开封府 代表包厢爷 所以呢 我先给您那 把底交了 一会儿 我把那女子领到您面前 您那好好跟她讲讲 别的别说啊 老叔 切记 这个时候 零碎的话 没用的 什么大道理 您都甭讲了 您就说 说呢 刚才把事情都跟我说了 姑娘你放心 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万无一失 我一定答应就没了 可您这么一说 她不就明白了吗 赶紧把咱们爷们放了 逃离虎口 这是最主要的 白云瑞 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房属安 做了一笔 肮脏的交易 她们一听 和情入理 云瑞一想也行 书安说的不假 论身份地位 我确实比她高的多 我不跟人家谈谈 哪能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呢 因此云瑞是满口英诚 好吧 说 我听你的 哎 老说 这才是好样的 我现在就回去跟她说去 来人了 你俩女兵又来了 压着房属安 到了侧面那个洞里 张笑颖正在这等着 一旦房属安回来了 就问 谈得如何 谢天谢地 这玩意你不服气不行 千里有缘呢 来相会啊 你看刚才我跟她一说吧 连笔她都没打 她就乐意了 不过呢 她也有个条件呢 人心隔肚脾 做事两不知 画卢画虎 难画虎 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 因此呢 我老叔提了个要求 哦 什么要求 尽管说来 你刚才不是说 帮助我们倒反三仙观吗 是啊 这话你说了没 全说了 一点都没事 我老叔说 不能光听您这么说 得看您的实际 把我们一人几个放了之后 您得卖卖力气 杀他们几个 另点功劳 给我老叔的脸上 也肚肚筋 给我们爷们 也提提气 我老叔你高兴 这事不就妥了吗 说完呢 要这么讲 这个事还没有正式落下来 那么我要不杀他们几个 不立功的话 难道这婚姻事就吹了不成 不是这个意思 这事定下来 不您那样做 那叫锦上添花 好上家好嘛 这意思 您还不懂吗 明白了 好了 现在 咱们就三头对面 我这人办事 向来是水萝卜就酒 咱也不必藏着 也不必盖着 好了 张晓影还没太相信 也没给方淑安松绑 压着他来的前度 到了白云瑞进前 三人见了面了 方淑安冲着白云瑞 一笑 老叔 你妈要为对面谈谈吧 我这搭桥的人 算尽到责任了 白云瑞那人多正啊 向来没有歪的鞋的 对方淑安方才说的 是细腻为实 因此很庄重的 对张晓影说 出来 实在对不住 两国交兵 难免伤人 是方才 是我一时不慎 要了你丈夫的性命 万万原谅 方淑安 把一切的事情 都对我说了 我是非常非常高兴 夫人 欢迎你啊 此事 你尽管放心 全包到白云瑞的身上 万无一失 张晓影一听 脱了 哎呀 这心才放行 心中安息 白云瑞啊 你真不知道 我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那个丈夫 这个丑鬼 他早就该死 死完了 正因为他的死 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狼君 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 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 你怎么还向我赔礼呢 这是张晓影的心理活动 急忙命人 把老少四位的绑身松开 兵人全都交换 四个人活动活动 惊悶 觉着舒服得不得了 张晓影 要命手下的女兵 搬椅子 沏茶 端点下 方淑安一看 什么咱都甭干了 是非之地 不可久留 池则生变 倘若他们坐在一块 一落着 再把这事捅漏了 喵呐 我岂不前功尽弃 方淑安把大脑地晃 我说 我谢人民的好意 我说这地方待着 我总觉着不落挺 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 张晓影一笑 方言 您尽管放心 这个地方 是属于我的天下 这是我的一五三分地 谁也休想进来 如果把姑奶奶惹翻了 他们也休想活脉 这并不是说 我武艺如何如何高超 我怀里有宝贝 谁不怕我的七色电光球 您放心好了 方淑安一听烤吧 利用这机会 吃了几块点心 喝了口水 顿时 精神头上来了 云瑞 云瑞也提 急早离开 应当赶奔 三千万 张晓影冲着白云瑞一笑 白将军 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 灭您的锐气 三千万 无论如何 是不能去的 光靠咱们几个人 想进三千万 是势必当天 就是侥幸进去 咱又能怎么样 咱是不是金灯剑客 下随良的对手 不是吧 况且下随良 变情天下的英雄 他那帮手端了 现在 一仙 二胜 三道 四绝 五虎 六剑 七仙 八怪 九强 十大魔 陆续都到了三千万 就靠着咱们几个人 浑身是铁 能免几颗钉 我的意思是 咱们离开弥仙洞 找一落脚之处 赶紧搬兵求救 把你们上三门的 把你们的朋友 武林的高手 多请几位 然后再攻打三千万 也不为迟晚 没等白云锐表态 房属安 举着大手赞成 你太好了 太好了 高明 我赞成 老叔啊 变犹豫了 咱们赶紧回去 另想主意 云锐一听 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几个人几个人准备起身 张笑颜 扭回头来 看了看 你先动 要瞅瞅 大柜里边 装的尸体 心说别了 对不起 死鬼啊 咱俩一点缘分都没有 休怪我冷酷无情 你的后事 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跟我毫无关系了 我可要走了 他把消息一按 你先动所有的闸门全开了 他在前面开路 这才把云锐说 二小领出明显度 等到了外头 看着天了 瞅着星星了 这几个人都觉着 好像死了一会 又活了似的 又好像在个大棺子里 钻出来似的 高兴就这甭提了 每个人张着大嘴 深深的吸了几口气 张笑颖呢 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 在前面的沿路 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 打算离开这 过洛魂桥 穿过断魂湖 到平安之处 可没想到 他们刚出了迷先度 走出来没有十步 突然 对面灯光明亮 脚步杂乱 来了一伙人 正好把去路给拦住 张笑颖 抬头一看 吓得是魂不附体 来者是谁呀 张笑颖他爹 三老道 三老道之一 张道远 人颂戳号叫 篡地金蛇 这是南海 一鲜二圣 三道之中的 武功可最高 张道远 灵魂人来了 正好走 这个面对面 想回避 也来不及了 就见张道远 把掌中七星三门戒 一花 无量 天尊 丫头 你这是上哪儿去 方书安下的一捕了脑袋 用手拉一下白军队 那个意思 老叔 你别说话 看他们的 每人拉家伙 做好拼命的准备 张笑颖一看 回避不了了 只好硬着头皮 来到他爹进前 先行了礼 而后说 爹 您来干什么 丫头 石材为父 在三千块 陪着金灯 大剑 闲谈 凭手下人 禀报 白云瑞 防栓 等人 已经进了 你的 迷仙洞 还听说 伤了不少人 莫非 我的姑爷 也死了不长 为父 放心不下 顾此 灵命 前来 查看 丫头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身边后面 那 那不是白云瑞吗 张笑颖一听啊 瞒不住了 干脆 有什么 咱就说什么 得 爹 爹 容炳 说着 张笑颖把这声音放低了 因为张造远身后不少人呢 他怕被别人听去 再禀报下水梁 那不就坏了吗 所以他们也俩说的话 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 爹 哎 世界上的事 可怎么说呢 阴差阳错呀 白云瑞他们试尽了我的密仙洞 您的姑爷 七八天 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 我呢 也把他们抓住了 现在呢 我又把他们放了 为什么放了呢 他是这个 啊 他不是吗 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广 我呢 年纪轻轻的 还得找个人家 所以我呢 又以身相许 愿意许配给白云瑞 白云瑞呢 也亲自答应了 要娶我为夫人 因此 我 就我才把他 啊 丫头 你不是说梦话吧 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 要爹 您别动怒 我说的是千真万确 爹呀 如今 女儿我 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 白云瑞 是我未来的丈夫 您 是他的岳父 老泰山了 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 爹爹 您疼女儿 我终身难忘 我奉劝爹爹爹 赶紧脱离苦海 跟着我一起 协助开封府 大破三厢罐吧 到了那时 您算为国立功 也能脱掉了贼皮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爹 您就答应了 您就答应了吧 呸 丫头啊 你气死我也 把春丽金蛇气的 呸呸吃了 一开始他没信 后来一看 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 是真的了 忽然 他能放白云瑞他吗 简直他是 无名大伙 高企 三千大 轮起掌中的宝剑 奔着张啸盈 一口气砍了十八剑 张啸盈能叫他砍上吗 左躲右闪 所以这剑圈落空了 后来张啸盈哭通往地上一跪伸手 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 爹 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 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 可你对人家都行 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 如今 木已成舟 您愿意 也得这么办 不愿意 也改变不了了 难道 您就不念 妇女之情 不看着我死去 母亲的分伤 不成吗 丫头献子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太给我丢人了 我跟开放府 一天二地仇 三江四海恨 白玉瑞也好 徐良也好 这个大头鬼 防刷也好 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 喝他们的血 拔了他们的心肝 把眼珠当泡菜 你跟他们结成亲了 你头靠着开封了 你就是我的仇人 没有别的说的 我先材了你 你杀手 杀手 这人俩就咕噜到一块了 跟别人不好插手 防树安 白玉瑞 方宽方宝 就瞪眼在这看着 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 张道远带来的人格不少 能有四五十 能打的 站着多一半 一看人家七年了 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闹翻了 干什么把张道爷 气成这样了 可也没发伸手 只好在旁边吵着 但说张笑颖 这一看他爹 脑筋都蹦起来 牙都要咬碎了 知道 怎么解释 也说不通 张笑颖暗想 爹呀 儿大不由严 到了现在 我不能听信你摆弄 想当初 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七八天 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 你知道我有多痛苦 你考虑过吗 如今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如意的狼君 你看你这模样 莫非你打算把女儿推进火海不成 要这样不念妇女之情 也休怪我不客气 干脆 我就用七色电光球给你来一下 别看你能力那么大 你也架不住这男人打 想到这张笑颖掏暗器 妇女才要决裂 没关系 感谢观看